发烧话题但您关心 中职昨天领先全球 每场开放1000名观众入场观赛 指挥官陈时中也现身在新美食新装棒球场上 让现场的气氛非常的嗨 而且陈时中还在三局中场时 登上了英文转播台接受访问 他说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 而且下次还要再试试看开放2000人入场 目前指挥中心也正在研绎 今天记者会上陈时中就被问到了 中职好看吗 他笑说很好看 尤其在现场是更好看的 他也回想起小时候看棒球 他说都没有像这样子 大家一起跳舞 领先全球终止热闹开打 每场球赛开放1000位观众入场观赛 就在三局下半 仔细听英文转播的主播台上 来了神秘嘉宾 各位球迷大家好 大家晚安 很高兴今天能一起来看球赛 指挥官陈时中穿着象征 林确诊的零号球衣华丽现身 在主播台上 主播用英文提问 陈时中用中文回答 向全世界分享这109天以来防疫心得 现在我们能够开始这次游戏 开始今天的游戏 与粉丝 你现在想到什么 今天在1000个观众开始 我觉得今天秩序非常的好 我想下一次应该来试试这2000人 直言非常值得纪念 指挥中心也正在研议要开放2000人进场 球迷超兴奋 而部长也对全世界球迷喊话 流行总是会过去 那这是一个人跟病毒的战争 那人要团结在一起 要有同理心 大家合作 必然就会抗疫成功 信心喊话 主要团结对抗疫情 人类一定会成功 看完球赛 陈时中还分享他的心情 小的时候看那个棒球 都没有这样子在跳舞 真的啊 大家都起来跳舞这样子 大家都动跟着一起动 其实这还蛮健康的 场面观众跟着啦啦队 扭腰摆臀动死动 陈时中只说很健康 更相约大家一起去看球 台湾抗疫豪称果领先全球 首度开门打职棒赛 更让世界惊艳 九中报道